今天我们来做一朵好看又可爱的鸡蛋花 准备一大一小两个正方形纸 大正方形对折 左边两个角上下对折 这个角对准交叉点对折 这个角再对折 这个边沿着这个边对折 再沿着中线向后对折 沿着这条线把上面剪掉 剪完之后打开是个六边形 把黄色的小的也折成一样的六边形 把黄的叠在白的上面 沿着这条中线向内对折 其余五个边相同折法 折完之后是这个形状 取一个角这样向中线对折 把指甲压在这里 上面的这样向下压 折成这个形状 折完之后把这个角撑开 沿着中线撑开向下压 中间有个小三角形 指甲抵住三角形下边 然后捏住上面的角向下推 推成这样 把中间的角翻到一边 其余五个角都是相同折法 折完是这个形状 沿着这一面把这个角向下折一部分 其余的五面也是相同折法 折完是这个形状 然后把这个角撑开向外翻一部分 翻的时候撑开一些 整理好 把剩下的全部这样翻过来 最后把花瓣里面全部撑开 里面整理得圆滑一点 这样就差不多就做好了 把不贵整的地方再微调一下 这样一朵好看的鸡蛋花就做好了 好 好 感谢观看